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今天要带你走进一个真正的海洋公园 一个不开放给游客的区域 给你们讲一讲这里背后的故事 第一个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企鹅的 我们跟随工作人员的脚步 来到了海洋公园的企鹅饲养处 一来到这里感觉被蒙到说不出话来 在这里感觉被蒙到的地方 在这里感觉被蒙到的地方感觉 从中国和 Peru的地方感觉 他们是四个种子的育物 那是认为温暖的 所以他们喜欢冰冷的风格 但他们必须要有冰冷的水 但他们必须要有冰冷的水 那是在那里面的水 所以所有的育物需要冰冷的水 這就是Poyo 他27歲 他27歲 他是一個老人 我會有提到一個年輕人 但因為他們有多人 他們會有點忌廢 所以我沒想到這個機會 所以這些都是很濃烈的 你能感受到浮沫 就 所有東西在那裡是一個小小的 所以他可以在水中 我只是在水中 我只是在水中 他可以在水中一天 他會被水中一天 但他會被水中一天 所以他們會很好的水平 从渐园的那天开始 芝利亚哥海洋公园就把海洋动物的保护和救助 作为首要目标之一 他们为受伤的动物们治疗 给他们第二次生命 也给他们一个全新的家 其实在Sea World呢 它已经连续救助了五万的 应该是五万的这个海洋的动物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就是我们的Sea World 可以给这个我们的海洋生物做手术的地方 而且现在大家可以看见 正有一个外科手术在进行呢 在那个手术区的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有很多的这样子大的池子 然后在池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大海龟 然后他们真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时候看到这些海龟 刚刚我们有听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介绍啊 Sea World一直真的是在致力于保护我们的海洋生物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旅行方面呢 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为保护海洋生物 救助海洋生物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其实我在说的时候啊 旁边呢有一个区域就一直发出 很奇怪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属于什么样的声音 但是我非常的好奇 应该我觉得这应该是海狮吧 Sea Line 可能是哦 我可能不想说话了呀 Sea World里面不仅只是有大型的海洋水族馆 室外水族馆 还有一些游乐设施 你还可以与海豚海狮进行特别亲密的接触 海洋公园之所以让大人小孩都爱 因为他们致力于将我们平常不接触的海洋 借由各式展览及海底生物 让大众对大海更熟悉 更能证实海洋保育的问题 我觉得Sea World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一切和水和海洋有关的大型游乐场 在这里呢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很多海洋生物的知识 包括学习到很多关于海洋生物的一些习性啊 包括它们的喜好等等 而且重要的是 你在这里还可以做各种各样好玩的游乐设施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 大家一看就应该知道了吧 中文名应该叫做激流涌进 就是我们穿越这些河流 然后如果你想要被尸身的话 一定要选择这个项目 哎呀我的天空 我还以为是个玩具 出于对于动物的保护 海洋公园很早就改革了海洋动物表演的方式 它们更加人性化也更加精彩了 最有名的动物秀的表演基地了 在这里你不仅能看到这个海豚海狮的表演 其实之前呢 还有我们这个最著名的那个杀人精 杀人精的这个表演 但是由于2017年呢 我们对于这个海洋动物的一个保护的呼吁啊 所以它们现在把杀人精的这个表演呢 变成了一个presentation 所以可能是有一种更好的 可以和杀人精互动了解它们习性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而且你现在可以说 它们有一个活动叫dining with the shabu 就是你可以一边吃饭一边 让shabu在你的面前 默默地游泳 大家看我们现在这个 寿马上应该就要开始了 我是非常的期待 如果是你要问我 San Diego Sea World最有名的这个明星是谁 那么绝对是我身后的这几位了 没错 它们就是杀人精 Killer Will 虽然它们的名字好像有点吓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出现这个名字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错误 因为从西班牙语那边翻译过来的时候呢 其实它应该变成是Will killer 但是它翻译成了杀人精 其实杀人精呢它不吃人的 但是它是食肉的一种鲸鱼 所以它应该是Will killer 就是它是吃鲸鱼的或者是吃企鹅的 但是它不是吃人的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的样子非常非常的猛 我感觉像一只水里边的小熊猫 所以其实在我 在我真正目睹了这个Killer Will之后 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海洋生物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大海真的太广博了 我们人类在海洋生物面前 包括在海洋面前是非常的渺小 但是因为大海的美丽和壮阔 让我们更加意识到 对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的重要性 我相信这也应该是Sea World想带给我们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一个永恒的话题吧 好调皮呀 好可怕 好可怕 很好 拜拜 拜拜